我版Gangnam Style 一首红片全球的江南Style 说的是在南韩首尔江南区的豪华生活方式 1953年南韩拼出汉江奇迹 也使得首都区房价一飞冲天 但踏上韩国的土地却随处可见 一栋又一栋由大公司所盖的社会住宅 现在台湾打算借近韩国经验讨教如何新建社会宅 独发局要推动社会宅找来韩国首尔SH公社执行长 创谈经验签署备忘录合作交流 但问题来了比比台韩差异 首尔SH公社新建公共住宅高达26万户 占全市住宅量6.2% 资本额换算台币高达1545亿元 员工将近695人 反观台湾公共住宅量6600户 只占全市住宅量0.7% 资本额5000万台币 员工只有50位 让首尔大距超越台北 关键在于财团配合 还有政策一致 这个是个辛苦的工作 我们要做的是服务 第二个 是不是有隐藏 所谓的仇庸性的肥猫 答案是没有 比如说目前为止 我们的公司章程 以及跟议会也事先清楚的报备过了 董事长以及董事们是无几职 柯社府推社会宅要照顾弱势 除了参考南韩经验 更重要的或许是政府和财团间 沟通的智慧 欢迎问赖伟反护金周台北 也称不动 相关技术的一个消息 的应用 这种完全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